我不太會做飯 然後所以我老公都會說 你做這個暗黑料理誰敢吃 但是沒辦法 我就是中部好媳婦 然後就是為了小孩 就是要洗手做更飯 所以我們都要開始聊菜車 日式動物 就是日式... 其實我這個我直接講好了 我這個很簡單 就是它沒有什麼手法 就是你就是把所有的菜洗一洗 然後放到電鍋 按一個鍵就煮好了 然後可是我覺得這樣 反而比較營養 是因為就是減少而有 現在好像很多電鍋都這樣 就是你把所有的食材放進去 然後它就料理... 自己完成 對 就好了 所以我就上網研究這種電鍋料理 就是很方便 OK 其實這種日式動物 壽喜燒動物 我也很常做給我女兒子 是 快速有加飯 沒有再加菇 對 加飯 第二天這個是什麼 義式奶油白醬燉雞 它就是已經是料理塊了 然後你一樣還是就是把菜都 就是洗一洗 這個我就不用 這個好像也不用調味對不對 對啊 不用 它裡面就已經滿鹹的了 好 很耐亮 好 我少了 很少了 可是我只有這個調味而已 我不會再額外調味 然後就加一些牛奶 就滿香的 然後蔬菜也是 蔬菜那些就是也是都洗一洗 放進去就熟了 這樣 好的 然後阿嬤的絲瓜麵線的話 就是很省食又很省錢 這很耐亮 這個麵線都不要起來 就是拜拜 你去安泰水 它就會送你 對 對 你用的乾香菇是你結婚十二禮 對啊 那個 我想要結婚很久 這個越跑 現在變靈智醜人了吧 或是可以放起冰在冰箱 用很久 應該不會壞吧 這個不會壞掉吧 這個不會壞 通常乾香菇最重要的是 一定不可以讓它潮濕 所以現在這樣 它等於已經潮濕了 對 不能閉冰箱 通常建議真空包裝 拆開之後 就要往蜜蜂罐裡面塞 不能閉冰箱 因為放到冰箱 你如果放進去 沒有問題 你拿出來 一拿出來 全部把它使用光 沒有問題 對 可是你如果拿出來 你這一袋拿幾個 然後再放進去 這樣就有溫差 它就會有濕氣跑進去 濕氣在裡面 比放音量的地方還糟糕 對 又不是會 所以媽媽,你知道嗎 不會 對,我只是配合這樣子 OK 對,這也是就是放到電鍋裡面 就是就好了 就是都很簡單 很適合 就是像我們這種職業婦女 OK 然後我什麼時候驚訝 因為它的麵線含鈉量 就1080 我 這個麵線是帶水 就是一份 我會先水煮 我不會一直 對,水煮 水多一點 是不是就可以把鈉解掉 會嗎 應該是說鈉含量吃到身體裡面之後 我們可以搭配多喝水 來把它代謝 但是通常麵線的鈉含量 都已經砍在那個 麵線裡面 對,正常我們一天 是建議鈉含量 2400毫克就算滿多了 所以它這樣子已經拌了 超標的 對,已經是 一個人一天的一拌了 那就也不包含那些調味料 再加上如果你用這個 再去用這個白醬 這白醬每一份是635毫克 你賣一半了 高血牙餐 OK 那一天五日 這個晚餐你覺得菜是... 其實看到這邊 我覺得阿雲哥的一週五日的 這個晚餐是我真的最看好的 對,因為我覺得我很重視 如果你一次要做五天的菜的話 它有牛肉 又有雞肉 又有蛤蜊海鮮 又有豬肉絲 這多樣性的變化的蛋白質 我覺得這很重要 蛋豆、魚肉肉也有 然後它每天都運用 不同的蔬菜類的東西 把它做出不同的變化 那你單單看它每一天 好像固定了 比如說牛肉丼飯 什麼白醬燉雞 或是蛤蜊麵線 可是事實上就以這三天來看 都可以做變化 比如說日式牛肉丼飯 可以變成雞肉丼飯 它可以做變化 那白醬也可以來煮它的牛肉 然後它的絲瓜麵 是海鮮類的東西 它今天比較把麵線換成 那種陽春麵 叫什麼家常麵條就可以了 豬肉麵 對 豬肉麵也可以 或是它可以 絲瓜、蛤蜊、紅旗菇拌飯 也是可以雜炊那種的 所以這三樣 就一直可以做不同的變化 然後因為它主要的蛋白質 食材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點很棒 後面的豬肉絲 又可以做很多更多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阿雲哥 雖然說 他說他的手藝很差 可是這五天 他只要把手藝精進一下 不要通通放電鍋去蒸 其實會好吃很多 了解 通常電鍋不會額外加太多的油脂 一般人會覺得比較健康 但是我們都會建議 烹調要多樣化 蒸、煮、爐、烤 每天替換不同的方式 因為營養價值的流存 脂溶性的、水溶性的都不一樣 有一些食材 你可能碰到電鍋 它的營養價值就流失了 對 吃很多鍋真的很麻煩 謝謝… 謝謝… 好 這是妳的菜單啦 菲菲,妳的一週五日晚餐 總價498塊錢 沒錯 因為我都是去傳統市場購買 我覺得傳統市場 除了就是可以跟老闆半斤 然後可以殺一點價之外 你還可以選說 老闆,我只要半斤 我不要買全部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省錢 我自己最喜歡煮的是火鍋型的料理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菜單裡面有 一週裡面有兩天是鍋 但是不錯耶 對不對,我真的很喜歡吃鍋 然後因為也要搭配 因為我女兒現在兩歲快三歲 要搭配一下就是她的營養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選了滿多種菜 跟就是肉,不一樣的肉類 它的蔬菜類很多 對,然後我第一天的呢 就是白菜豬肉鍋 白菜豬肉鍋超簡單 就是把菜切一切 然後我會把豬肉片夾在白菜裡面 就是一片白菜一個豬肉 一片白菜一個 然後切,切,切 然後全部放進去叫白… 就很像一朵玫瑰花 然後中間呢 再加這三分之一盒的這個菇 就插在中間這樣 然後水加下去 然後給它煮 然後有的時候會放一些柴魚粉包 然後去提升它的味道 這樣子 小孩就滿喜歡吃的 還有豆腐,蛋白質也有 對,再來是肉絲炒飯 因為我女兒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 變得非常喜歡吃炒飯 然後炒飯我也覺得說 可以讓小孩不知不覺中 吃下去滿多肉跟菜 因為它不喜歡吃的東西 都可以尬在裡面給它吃下去 像是,像水蓮 我自己很愛吃 所以我也是讓我女兒吃 她也很愛就是會 她就覺得可能口感滿清脆的 然後棒棒腿的話 我們會用烤的方式 但是也是不要加太多的調味料 去做 大家看到這個魚片 怎麼會35元 你知道傳統市場最棒的就是 你可以看魚片的大小 去選擇你要買哪一種魚 價錢 對,有的時候會 老闆會跑出來說 一片一片一百 不用,兩片一百 不用,三片一百 然後就變成 那麼浮誇就對了 對,就變成了這個 三片一百 你看就變成35塊 然後就原本的高麗菜 這邊還沒有用完的 就繼續把它來繼續炒 接下來最後一天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四天 都沒有加什麼垃圾食物 最後一天有一個火鍋料 我老公是很喜歡吃這些 亂七八糟有的沒的 加工食物 對,所以你看 前四天都已經這麼安分了 一定要給它一袋這個食物 星期天 可是我覺得傳統市場很棒的就是 都可以買到一些很特別的 玩角類 然後也都滿好吃的 就是我會加一點給它 然後火鍋最棒的就是 又菜又肉又豆腐 然後又菇 然後全部都吃進去 那湯底是什麼 火鍋我會放就是 煎魚粉包 比較有味道 OK 這目前我是最喜歡的一個菜單 看它這個菜單 它應該 人緣 應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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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整個晚餐的菜單 讓它實在太鶴立雞群了 做得實在太好了 因為這五天 它比剛剛 阿宇哥是不是 阿宇哥 強在它 幾乎都沒有用任何的加工的醬料 任何加工 全部都是原食材 你說那個白菜豬肉鍋 或是後來的火鍋 這種火鍋類的 是我本身最愛吃的東西 最推崇的 而且也很方便 又健康又快速 而且你每天煮 都是最新鮮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它的炒飯跟棒棒腿 跟咕咕炒蛋 跟炒水蓮這些 還有炒蔥花蛋 這都在在證明 其實它的廚藝是有一定的標準的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 離開這裡做 好厲害 要評價 真的,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FIFI的白菜豬肉鍋 我覺得滿讚賞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說 白菜豬肉鍋跟酸菜 白肉鍋是不是差不多 可是 因為蒜菜白肉鍋的含量 是直接爆表 一碗湯兩碗湯就爆表一天了 對,所以它這樣很新鮮耶 我還滿喜歡的 不錯吧,我覺得這個很好耶 而且還有擺盤耶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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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剝開我的心 好了 裡面什麼歌詞 對 好,這個就是FIFI的一週五日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謝謝FIFI 謝謝 謝謝 妳這樣子說493塊 妳是不是在騙人 沒有,這全部 就今天早上買完 真的就493 因為感覺比較多 是因為我們家有自己種水跟酥菜 所以它是... 它等於是零元嘛 這好漂亮哦 對,我包裝耶 這個東西我真的超推崇的 它在... 種在家裡它沒有土 然後它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因為青菜有一個青菜味 然後我覺得家裡那個味道滿好的 然後它這個 你這樣... 我這樣擺收下來 我再把它加一點水 這樣可以放一個禮拜 不用冰 真的哦 對,不用冰冰箱哦 就這樣還可以活一個禮拜 它是一個機器是不是 不是,它是一整面牆 它靠水去做循環 哇,妳這樣好大哦 這實驗室嗎 有錢才能這麼做嗎 我爸爸的設計師嘛 假設海底老闆 妳是最海底老闆 還有啦 Go囉,子婷 這等級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 花500萬去做這個 然後就500萬 就沒辦法 沒有,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還需要聊嗎 很棒耶 不過這真的太棒了 真的 因為我覺得子婷給人家那個 想法太多 因為他們家裡有活的龍蝦 爬來爬去的 然後沒有這個水跟的蔬菜 沒有,但是我覺得 我那時候會想要種這個是 因為我們覺得外面買青菜 有時候你很想要買那個有機的 可是它價錢會比較高 然後你買菜 每次一直去買菜 買菜覺得很麻煩嗎 那你乾脆種一個這個在家裡 你花一筆錢 可是你可以試著 我覺得貧窮限制了我的享受 對